加班日志 带你一件事 同志的大小事 加班日志的大小事 同志的大小事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今天呢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是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就是 如果大家平常在社群平台的话 应该觉得这两个没什么教会 但因为一首创作 他们两个就是 看了一次恋爱拍了一支MV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组合蛮特别的 而且其实仔细咀嚼之后发现 其实他们很多的元素 就是阳刚阴柔 或是公寿的元素 在他们身上其实是互换的 互补对立的 对对对对 很好玩 让我们欢迎恩大跟林渝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渝 哈喽大家好我是恩大孙东旭 没有错 他们两位这是因为我们的单曲 给一个人来到我们的加班日志做宣传 我觉得当然是先恭喜恩大啦 很棒 谢谢 因为其实出单曲是困难的 你要先做词作曲 然后再编曲 然后你要再拍MV 然后你要再去做宣传等等的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金钱上在交汇 而且这跟他之前的创作方向 是很大的一个不同 对干嘛出单曲啊 对啊 累死自己 对啊 真的是累死自己 怎么会有这个念头 来自于其实我 有一段感情其实是异国恋 然后那时候其实 分手之后其实还蛮印象深刻 是 对所以其实在偶然 有一次在回想吉他的时候 那个旋律在我脑海里面 一直可以旋转 可能太久没有谈恋爱了吧 有可能 然后我就想说不行 我要记录下来耶 不然我怕转个身 然后可能做别的事情就忘记了 所以我就马上拿手机起来 就把那个音轨录下来 而且是 就马上记录下来 我想说哪一天我如果遇到 对的时间 然后对的人 然后可能就要把这首歌 变成是一个作品这样子 好 那至少我放了两年左右吧 好 现在先咔一下 毕竟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要先玩一些游戏 诶 不能这样那么简单就可以宣传吧 对啊 知道是不是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宣传 是必须要先经过我们的一些游戏的审核 是 我们今天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就是 百万大歌星的游戏 因为其实我们同治国歌这件事情 大概有个三十多年的历史 我们有很多的前辈都有做过相关的作品 有一些是隐晦的 有些可能是后来配合一些戏剧上面呈现的 对 当然有些很直接就跟大家分享说 我就是要为同治发声 一个是我们就是新发片的新生代歌手 一个是闯淡演续多年的前辈艺人 我想他们应该都能够 升任这一个百万大歌星吧 对 而且重点是 如果他们又拍MV 然后又出歌 然后对以前的历史不了解的话 而且重点是了解之后还要唱出来 要唱出来 我想恩大经过阿提的雕琢 现在歌声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吧 因为我知道林宇是完全没问题的 对不对 他自己都有录音室 对 固定在合作对不对 对对对 都有在出cover什么 是那个杂志叫做 Jingle 对 他们固定都有在IG上分享一些很棒的作品 然后林宇自己也会录cover 所以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说 今天真的是一个 像是A Piece of Cat的challenge 相信你们一定可以五题都答对的 恩大要加油哦 你的表现可能承载这个MV的定位 还有阿提的颜面 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每答对一题就会获得主持人针对单曲的提问 答对五题我就录cover 哈哈哈哈 他说这个是五题都答不对 才你要录cover吧 没有 五题答对是帮他们多宣传 哦 了解 那待会就是旋律一挺 我们就进行接唱的部分 你们两位可以讨论出一个词的答案 也可以去做call out 如果你都不知道歌词究竟是什么的话 嗯 那我们来看看你们到底会答对几题 首先第一个是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 Bromance 第二个题库是 最闪耀的彩虹金刚 第三个是我曾经对你爱爱内涵光 第四个No more classics 第五个We are gay 两位决定怎么样要选哪个题库呢 那我们就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Bromance 哇 这个节目真的好还原百万大歌星哦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百万大歌星题库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Bromance 下面有三首歌曲 第一首是林又威的幸福的声音 第二首是黄品源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第三首是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那这三首歌曲呢 都是来自于BL或是同志电影的主题曲 你们有听过这三个作品吗 有 有听过 有 你们是听过哪一个还是三个都听过 林宇呢 我自己比较熟的是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还有刻在 那恩大呢 我也是耶 我对第一首歌比较没有印象 第一首歌曲我们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是 两个爸爸这部作品的主题曲 两个爸爸是2013年三历推出的华剧 就是两个爸爸如果养一个小孩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是由杨艺展还有林又威主演的 那林又威就顺其自然的 就唱了这个主题曲 就叫做幸福的声音 对 但是其实他们在剧中 声音都是直男 就是他们其实是因为 两个人刚好都有 就是同一个女人的经验 就是他跟同一个女人交往过 这很难描述这种事情耶 他就跟同一个女生交往过 所以他们不见这个小孩到底是谁的 所以才因此变成 一个是Bobby 一个是Daddy 他们两个就一起养了这个小孩 然后这个是在 很有趣的是他放在晚上八点的时间 跟风水世家对打 可是两个爸爸的收视率 其实非常的好 而且他后来我记得 他还有卖到很多国家 还有卖到非洲主要是打两岸啦 然后他中国卖了2.5亿次 所以是个非常厉害的作品 那刚刚林雨有分享到的是 有听过黄品源的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你在什么时间间听到这首歌曲啊 好像是我吗 边播边唱吧好像是 对对对 因为品源毕竟真的是 是出道蛮久的一个大前辈 是 然后他是1990年的时候 做这首歌曲是自己作词作曲 要写给女朋友 然后那个故事是说 因为他自己要去变明星的 女朋友觉得会耽误他 所以他就觉得说那为了怕彼此难过 那就好啦 我们就分手吧 那这首歌后来被拿去当 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啊 蓝宇 哦 关锦鹏导演的作品 写北京男同志的故事 对对对 很可爱的事情是当时 张国荣有说 诶导演我有做一首歌曲叫我 想要当这个主题曲 然后导演想一想说 我还是想要品源的 他干掉张国荣 他把我拿掉诶 我是个超经典的作品诶 当然我还是很棒啦 两首歌曲都很棒 是 那第三个是我们刻在 你心底的名字的主题曲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恩大家有看这部作品 我要刻在你心底 有 我那时候是去看那个 成品楼上那个天台的 哦你是看星空电影院的 啊好棒哦 我超想去看那一场的 因为那场很浪漫 他有在星空电影院 弄投影机 然后看电影 哦好厉害哦 那个行销超屌的 哦那天其实天气还没转来 刚好在夏天跟秋天的中间 超棒的时间点 感觉如何 你自己看那部电影的心情 还不错 而且他的那个 现场的那个是带耳机 哦 那边就是八无线的耳机 疯掉疯掉 大家其实拿掉耳机 其实现场超安静 嗯 但大家就很专心在看电影的意思 对 好爽哦他 哇 好羡慕哦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是台湾 影史上第一个破译的同志国片 当然是加上背影版啦 那这首歌曲呢 荣获第57届金马奖最佳电影主题曲 跟第32届的金曲奖年度歌曲奖 这部电影也还原了台湾解研前后的一个 亦能忘的故事 那我们就不多做电影的剧情解释 因为其实大家应该都看过了 那两位要选哪一首歌曲呢 那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没问题 其实也是显而易见 他们一定不会唱 他们一定不会唱 就是那个第一个是什么 幸福的声音 我自己都不太会了 好我们要来咯 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 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 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 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 你沉默的回应 你沉默的回应 是善意 是善意 你沉默的回应 是善意 一次就一辈子 好下一句 下一句 我们是可以讨论的 对不对 怎么断掉了 我好像有 我有点印象 我印象不是很相克的 你先唱出来 我先唱出来 你听听看 看你觉得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要不要用这个 最终的答案好不好 好 怎玩过跟世界对峙 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 那你觉得对吗 你觉得是吗 有没有调整 要不要调整一下 好像要调整一下耶 你是说对峙还是对峙 哇 这一个 这么细的吗 我会不会很怀疑哈琳 你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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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哈琳耶 你是统治哈琳耶 是跟世界对峙 还是跟世界对峙 怎玩过跟世界对峙 对峙吧 对峙 对峙 完蛋 你决定 我吗 对 好 我们可以提供 就是说他们的第二句是对的 第二句是对的 第一句就是看你们是要对峙 还是对峙 Oh no 这个好像喔 因为平常在唱的时候 你只是注音节 峙吗 还是峙 我觉得是峙 好 要确定吗 要锁定答案了吗 Go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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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答对 呼 太棒了耶 成完固跟世界对峙 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 哦耶 太棒了 你们好棒了 我们恭喜答对第一题 獎金三千块 没有啦 没有 好 好 那第二个题库要选哪一个呢 第二个题库 不然给恩大选 最闪耀的彩虹金刚 OK 这个题库最闪耀的彩虹金刚 它的内容就是选择了游行大使的主题曲 因为游行大使是我们的彩虹金刚 没错 那第一题就是张惠妹的我要快乐 是来自2006年 第二首是张玄关于我爱你 是来自2009年 第三首陈珊妮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是来自2019年的作品 刚好可以问一下你们两位有走过游行吗 凌宇跟恩大 有 对第一次还印象深刻吗 去美国前就其实有走过了 因为那时候同学还没过 所以其实那时候出来的人 其实有些都还会戴 面具 面具或眼镜或是墨镜 然后戴口罩 然后现在就整个大家是比较 就是 这样能拖就拖 对对对 就是拥抱自己 对 凌宇有过经验吗 游行的经验或是印象 其实那天拍摄是我第一次游行 哦真的假的 但是我就开始揣摩 就是我在游行上应该是会 哇 很大声讲出来 今年是我们第二十届欢迎来参加 OK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张惠妹呢 担任两届的游行大使 分别是2007年跟2010年 那关于阿妹跟同志朋友们的缘分 我们今天在Gastory那集有聊到 请大家去补资讯咯 OK 那这边特别跟大家聊到的是 2009年的阿密特专辑 对阿妹来说也是一个出柜 因为阿密特是阿妹原本的族名的名字 他是用行动来告诉大家如何做自己 以及不跟社会信众做妥协 对那阿妹歌曲有很多可疑讯我们自己很爱的 像什么 姐妹啊 彩虹啊 掉了 故事情节掉了 相信来了 真实真实 然后我要快乐当时在GateBarFunky 是常被点的歌曲减五名 你们自己有阿妹的爱歌吗 刚刚讲的其实都还蛮喜欢的 那你自己最爱哪一首 怜鸣带死 哦 对了中了啦 泥带死人超强的 恩大你呢 因为男你什么都不想要 大家真的是很戚风苦雨 还有如果你也听说 有没有想过我 哭出来 听一听没有情伤都突然痛了起来 真的 那张玄的关于我爱你这首歌曲 其实蛮有趣的是 因为张玄是在2011年担任游行大使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他很常就是一把吉他跟一把响音 就征服整个舞台 那可以选的歌曲有很多 像是宝贝 焰火跟玫瑰色的你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对宝贝最熟悉 就我的宝贝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那张玄不仅是担任过游行的大使 他其实在同婚的历史上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参与 就是说在2015年跟2016年期间 那个时候其实举办了非常多 婚姻平权的宫廷会 那张玄本人就亲自上了 立法院的司法法治委员会 那就去跟大家去阐述说 同志其实是没有错 或是他们在逻辑上 在历史上 在法律上应该都得到应有的证识 经典名言是 法律虽难改变人民的偏见 但不应该为了偏见而服务 没错 那后面就举办一些什么 公民对台等等 亲自跟大家去做一个讨论 那最后一个是陈珊妮 是我们今年的游行大使 珊妮老师公主大人 那老师呢 其实是我们今年的大使 所以还有去录制回顾展的导览 欢迎大家去松烟的 某个小角落 我一定忘记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但走进去就知道了 松烟制烟工厂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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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看的展览 超棒 20年历史在这里头 那老师其实在成为一个厉害普通人里面 也有就入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吧 我记得没错的话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作品 再重复一次 是张慧妹的我要快乐 张璇的关于我爱你 跟陈珊妮的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我要快乐 把 OK 我要快乐 我要快乐 好 那我们音乐下咯 又被爱上了一遍 无所谓 当作成长 林宇是想让我丢脸 真的很高耶 大家又跳为难自己吗 味道却淡了 我并不是天生爱寂寞 却比任何人都多 就算把世界给我 还是一无所有 我要快乐 我要能睡得安稳 我找应该歌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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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前面有两句很长串的 OK 我要快乐 我要能睡得安稳 有些人 不抱了才温暖 离开了才不恨我 早应该歌舍 虽然还不确定歌词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它的 稳的稳的 很稳的 而且情绪是满分的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好像没办法调 好啦好啦我觉得很OK啦 好啦公布一下答案 好 登登登登 恭喜答案 恭喜答案 对 有些人不抱了才温暖 离开了才不恨 我早应该歌舍 我觉得这首会是同志鼓 可是因为是当时大家很苦 就是大家就是你知道 一夜勤完也没法睡得很安稳 好难过 好来到第三个题库 那你们想要选哪个题库呢 目前还有的是 我曾经对你爱爱内寒光 爱内寒光 然后No More Closet 跟We Are Gay 我曾经对你爱爱内寒光 那我曾经对你爱爱内寒光 这一个题目要带到的是那些 没有名讲它是同志剧情的MV 但是这首歌却成为了非常著名的同志歌曲 是 就是大家很容易投射自己的情感在里头 因为词对了就对了 那里面有四首歌曲 分别是我们戴爱琳的对的人 苏打律 我好想你 孙燕姿 柯普勒跟徐若萱爱笑的眼睛 为什么是四首歌曲呢 就是因为我昨天在做功课的时候 发现徐若萱爱笑的眼睛的MV 竟然是有男男恋的 就2005年的时候 超级前卫 当时是他们的幕后制作人张志明 跟一个就是愿意支持LGBT议题的模特去出演CP 但后面因为有一些亲吻的画面 被MTV说必须要去做一个修剪 所以那个画面是被剪掉的 我觉得还蛮棒的 就是V姐这样子很屌 必须赞扬一下V姐 那另外三首歌曲对的人 就是戴爱琳的歌曲 戴爱琳其实已经声援婚姻平权一段时间了 也是2021年的这个游行大使 没错 那时间回到了2019年 凡通过那天呢 他本人也站在立法院门口见证这一切 后来他自掏腰包拍摄了音乐爱情故事 暗了亮了 找来了赖东贤徐凯出演 但他自己本人就说 这是他送给LGBT族群里面最棒的结婚礼物 那苏打率我好想你就是因为清风一直来都很支持婚姻平权 那这首歌曲可能没什么同志色彩 但我只是觉得说这首歌曲我曾经为了他哭 我就选这首歌曲 就很no reason 我只觉得说这首歌曲 我那时候在设定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大哭 这一首是你自己本人的私心加入 对对对 那孙燕之科普勒就是因为作词人是Hush 那Hush就是台湾第一个出柜的男艺人 男歌手 那Hush呢就是很值得讲的 就是说他当时在新闻媒体上面被各种捕风捉影 甚至把他使用交流软体的画面都打在新闻膏里头 但是他就是选择正面迎击这种大家对于同志污名化 就是说知道你是同志就知道你是坏人一样的这种社会氛围 他就在演唱会上面出柜 所以他是台湾首位出柜的男歌手 所以他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去明确的听到自己的情感还有同志的情愫 对那燕姿很有趣的是他在2018年用推特抨击了新加坡的第三77A条文 这个条文就是指男性性行为是违法的 所以燕姿就在推特上就是用英文就是骂这件事情 满屌的满屌的 那你们要选择哪一道歌曲呢 哇这个很难选耶四首歌都超棒的 就跟我一样姓孙的吧 科普乐可以可以 那我们今天是Live Band的形式 我们再两首Color主要来到我们精彩的Live Band了 有请吉他手下 请接唱 上一句就是 当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 当你想起 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 完蛋了 我有几个字不太确定了 那你先讲你确定的 你大概确定的 能将云自于我的光芒 我 大胆能够为你来歌唱 我 为你来歌唱 恩大 怎么样可以为你来歌唱 我能够 要给他们提示吗 应该可以提示一下 好那我这边就是给你三句 然后你选一句 OK 好第一个 我依旧愿意为你来歌唱 第二句 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 第三句 我还是愿意为你来歌唱 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 要确定吗 确定吗 确定的话就说 我们都确定了 我觉得刚刚那三个里面 这个应该是 最有把握 恩 3 2 1 恭喜答对 好险好险 第四道题库呢 我们剩下两个嘛 请你们选一下 究竟是要No More Classes 还是We Are Gay 阿大给你选 No More Classes 好 那这道题目呢 就是要选 为同志族群发声的歌曲 那第一首就是来自于 五月天的《勇报》 第二首是来自 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 第三首是由 艾良和梁静如 cover的《飘洋过海》 来看你 首先呢 五月天的《勇报》 其实这首歌曲 蛮早就做了 是1999年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早期 为同志发声的歌 当时其实阿信就有分享到 是看完白星勇的《镊子后的创作》 例如歌词里面 其实像是晚风稳静 荷花叶 任我最早在池边 就是228的缩影 那我们可以来聊聊 2014年版本的《勇报》 它是这首歌曲 15周年 那陈宏依导演 他就邀请了 各式各样的人来路跑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有男同性恋 有同志家庭 有变装后 有长辈 透过各种目标的奔跑 还有肢体接触 去带到不一样的情感故事 当然啦 阿信其实有非常多课 就可以为同志发声 像是什么爱情的模样啊 雌雄同体啊 剩下光年啊 我不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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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 玫瑰下面的词都非常的棒 那蔡林的不一样 就怎样是2015年 MV开头写到 就是改编自真人真事 其实就是讲述说 一对同性恋情侣 就是女同志的部分 那七岁老太太在医院 就是挂号痛哭 是因为他的爱人 陷入到重度昏迷 对 然后要签署 手术同意书的时候 是因为他们伴侣的关系 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对 那这部MV 就是让大家很熟知的 就是说他找来林欣如 和他拍了就是女女恋情节 然后也找来同志电影 满月久的妈妈龟雅雷 来饰演就是他们老年以后的 情爱故事 是 那九令就是更多的话 请去收听我们 Gate Story的Andy老师片 那之后是我们的 飘洋的过海来看你 我觉得这应该跟你们两位 是比较有一些连结的 并且你们这一次的MV 也是有一个跨国恋的设定嘛 那其实这首歌曲 当时也是在讲述跨国恋部分 一开始原本是 李终胜大哥为金志娟良生定做 那是娃娃姐的故事 那后来就是在同婚逝世满一年之后 邀请到了梁静如跟艾姨良联手翻唱 去为数千对跨国同婚 无法结婚的朋友们发声 那当然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没办法见面 没错那大家就可以把这一次 恩大还有林宇他们这首MV跟飘洋过海 来看你这首歌互相呼应 我觉得如果是要致敬的话 可能会选飘洋过海会比较好一点 你不要在那边让他们自己选 怎么样 那你们要选 我今天先想跟他致敬 好 我要选拥抱 好啦男生的歌他们key也比较hold得住 因为前面女的key他们真的是有点辛苦 要往生了 那我们其他手准备好了吗 拥抱来啰 对你清楚看见我的美的月光晒干眼泪 哪一个人爱我 将我的手紧握 是这样吗 确定吗 他刚刚讲的是哪一个人爱我 将我的手紧握 好 这也是一个我们常犯的错误就是 是那吗 是那一个人还是哪一个人 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了 OK 他是不确定 这要两个解读喔 对 他如果是单身 然后很想找一个人去爱他 这首歌就会叫做哪一个人爱我 然后他如果心中有爱的人 但是因为同婚还没有通过社会环境 所以就变成那一个人爱我 但是我却得不到他 你好心机喔 安迪他很坏 还坏 等一下 为什么很坏 他感觉是在帮我们吗 难道说 我不知道 我刚刚是透了些什么好害怕喔 很可恶好烦 难道也会误导我 他们好难猜喔 真的是水很深有发现 有过难猜 你觉得 哪一个人爱我讲我的时候 讲我的时候 对你刚刚唱的都没有错啊 都没有错 吃听了吗 吃听了吗 哪一个人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但如果是那一个人 但他也有可能是说就是 在228公里看到了很多人 都会摸来摸去 但是哪一个人爱我啊 也有可能是这样 我觉得是那 因为如果是那的话 可能会 哪一个人爱我 所以我唱哪 哪一个人 的音量好像比较像 OK 因为那不可能发生 哪一个人 我们定案咯 好不好 哪哪哪哪 我OK 我听他的 口字编的嘛 是问句嘛 好 恭喜答对 你真的很坏 你真的超坏的 水好深喔 这一切 真的 OMG 我现在发现 他会在我们挖空的地方 找那种 可以被两个交换的字 来讨我们 怕爆怕爆 所以我们要遵律自己的立场 你们要自信 你们现在都在致敬 你们现在都在致敬 我好像之前来 都没有看到Andy这样子过 他今天很贤 第一次 好坏 我们来到第五题咯 最后一题了 我们的We are gay 究竟有哪些题目呢 好 那We are gay 这一个题库呢 就是要讲到说 自己本身就是出柜的音乐人 那第一首来自于 郑怡农的光 第二首是来自于 理想混蛋的 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第三首是曹雅文的爆一个 怡农的话 出柜时间点是2016的时候 其实真的给很多人力量 而且他是自己选择要出柜的 就是在社群平台跟大家分享到这件事情 说他其实比较喜欢女生的身体 那当时他还有婚姻关系的情况下 有讲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有分享到说 他的整个心路历程 然后他的前夫 就是大政跟他爸爸 温唐导演也都有支持 是一个很棒的过程 也给很多人一个力量 和一个方向是说 我们即使可以自己选择 何时要出柜 那后面他在2019年的 总统府音乐会 就演唱了就是我们今天的 选择曲目光 那副歌的时候 就是总统府有彩虹 雷射光闪耀等等的 给予大家很多的力量 而我们的理想混蛋是去年的 金曲新人入围者 那他们这一团就是 最为人所知的就是 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那这首歌真的是 搜刮了近几年的 就是婚礼歌曲 但是鸡丁主唱本人就说 其实很多人唱这首歌的时候 都不知道这首歌 原本是他写给他另外一半 他原本是一个难难练的故事 不过就是因为 他描写很纯粹的爱情 还有恋爱的想望 然后就被很多人给喜欢 对所以这首歌曲 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表达 去告诉我们说 就是无论你是同性的一线 其实你的爱都是一样的 没错 最后一个是我们曹雅文的爆一个 那这首歌曲是写给娜娜大师的 他当时看到娜娜大师 在公投结束以后 就是在直播间崩溃痛苦 他觉得说 真的太难过了 觉得说为什么大家 经历过这么多难过的事情 所以写下这首歌曲送给他 鼓励他这样子 没错 那另外也和大家分享 他另外一首台语的歌曲叫做 那他就是发想自己身边 同志朋友的故事 去描述说 他女同志好友 可能没有办法在爸爸临终前 讲出自己的同志身份 所以他就是把心境跟情节 给写出来这样子 那雅文今年也出柜了 双信念的部分 然后分享到他自己交过两位女朋友 很棒 那两位要选哪一首歌曲呢 我觉得我们的选择应该会是一样的 没错 我是觉得你们应该不会选爆一个 你们一定没听过 哈哈哈哈 不要这样子 好 要选哪一首歌曲呢 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好 有请我们的吉他手 拥抱你 拥抱你 什么角度最合适 其实我 常会想想我们老了的样子 左手牵着手 左手牵着手 右手拉小狗 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 左边牵着手 右手拉小狗 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 目前听到是这样子 我记得好像两个不是都是手 我印象中 左边牵着手 右手拉小狗 右手拉小狗 还是右手拉小狗 右手肯定是右手 在写歌词的时候 好像两个是一样的比较顺吧 左边牵着手 右手拉小狗 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 哇 要定案了吗 还是左边牵手 左边 还是左边牵手 我觉得左边牵手 左边牵手说也蛮可爱的 左边牵手说也蛮可爱的 你们唱看看 左边牵手说 左边牵手说 右手拉小狗 左边牵手说 好可爱喔 杰丁本人也是一个很爱叠字的 好绿像 OK 左边跟右手拉 我觉得是 那你们把最后答案再念一次 好 左边牵着手 右手拉小狗 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 确定了吗 确定 那么公布答案咯 登登登 恭喜答对 太棒了太棒了 你们真的是 太好了 看来他们真的有做很多功课 没有枉费 我们一开始跟他们灌那么多帽子 我觉得可以 他们真的很棒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吉他手 KIMI 谢谢 谢谢 KIMI KIMI 谢谢你今天来帮我们录音 今天是我非常 就是已经久违没有通告的时候 只有你愿意发通告给我 我是实为非常的感谢 我也很谢你愿意帮我们准备 这些就是吉他编曲的部分 因为我们今天的现场的演出 都是KIMI 帮我们谈的 然后顺便帮我们 就是带一下大概 何时录音这个点 就是何时唱进去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一直知道不到 什么唱歌的点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场真的好难喔 对 也谢谢KIMI今天帮我们演唱 他今天陪我们唱的 不是因为天气其他才爱你的部分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KIMI的歌曲 之后也会出歌曲 对不对 我记得好像有这个计划 转导有跟我说有这个计划 有有 人要正向正向 正面思考 绝对会一百首 好好好我们期待一下 谢谢KIMI 谢谢 刚刚最后我们的游戏答题五题 都答对了正杰 他们两位超棒的 先掌声 然后我们现在总共准备了五题 我们先来一一的做一些提问 第一题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就是偷工剪料题 就是你们在MV里面饰演什么样的角色 究竟是讲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首歌曲 我们先请凌宇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是什么样的角色 好我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位日本人 然后他爱上了一个台湾的男生 这样子 一个跨国恋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他在激励的去争取跨国同婚的这个部分 这样子 那你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在里面饰演一个庭障 但是我有一个小孩 国小三年级的小朋友 嗯 对是我自己亲生的 所以他们在MV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 加入首语的元素在里面 是 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元素加入呢 主要还是因为想说可以把人设在家强吧 让弱势族群或者是同志族群或异国恋更有共感 这样了解了解 好那我们第二题给恩大 因为刚刚我今天有提到说 这首歌曲已经准备了两年了 嗯 究竟出歌契机是什么呢 毕竟大家都会想说出歌花钱 劳心劳力等等的 干嘛要出歌呢恩大 有一个故事啊 其实自己有一个故事想要说 我就是以前曾经有一段韩国的恋情 就主要是这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刻 你那个下定决定说好 林北来做这件事情 那个林北做这件事情的动力是什么 其实有像我之前就是有拍拍片跟做很多事情 都是刚好认识一个契机 然后认识一个人认识摄影师 然后这一次就是那个机缘之下 我觉得就认识了制作人 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刚好整个天使里人和 然后促成这个缘分 他其实原本前面还有个更可怕的问题是说 现代情歌无法代表你的故事吗 哈哈哈哈 有飘洋过海来看你啊 嗯 对啊 还是你觉得那些就是烧不到你的仰处 自己的作品自己当然是最有感觉啊 啊 他们的作品也很棒 但自己的作品还是最懂自己的心啦 没错 那再来这歌需要问两位了就是 台湾还未通过跨国婚姻的法律 这个是我们很大一个可惜的事情吗 你们有做什么样的功课去了解现行的法规吗 恩大仙好了 我知道现在一国有四字 然后有就是两国都通过同婚的嘛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国家可以 一个国家不行 然后还有两个国家都不行 嗯 然后第四个就是中国跟台湾 嗯 嗯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的解决方法跟套路其实都不太一样 是 所以有做这样的准备 林宇有在这个情绪上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啊 因为这个是一个无法结婚这件事情 在全世上有做什么样的事前的练习呢 其实蛮有意思的是 最开始知道的是要演一个日本人 然后是同志的角色 那时候觉得 诶好像整个外型的设定啊 或整个剧情生机 蛮适合自己的 然后就去试 然后就跟导演聊 然后当然跟我讲到说 嗯 其实就是现在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法条 没有通过 然后我才感受到说 哦 如果我真的是身为一个日本人的话 这个时候应该是会非常的 气馁 气馁 或甚至是绝望 是 对对对 所以那一份不甘心 或者是那一份 没办法为自己的爱情去追逐 或者是实践的心情 就很想要把它演绎出来 啊 对 我觉得有做一个事前的练习是很重要的事 是 因为要投入到那样的情感跟懂那一种 就是要帮别人庆祝也好 可是又觉得自己没有过那种 微妙的不安感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自己同时好像又没有办法很真心的 好像进入到大家那个情绪 那其实他们那个感觉跟细腻的表情 其实都在MV里面看得到 那我们的第四题 我跟你讲歌曲宣传这件事情呢 最近大家不太喜欢听歌曲宣传太多 所以我们就做比较精简一点 但该问的还是要问 这题我真的很好奇 就是因为 我们凌宇跟韦达有很多的合作的空间 就是之前恋爱是科学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还一起唱有一种悲伤 就是有很多的激情 我很好奇 那跟我们恩爸孙东训坛的爱情 又给你的你什么样的心等呢 哈 这是一个前任跟现任的比较 还是其实前任也没有断 都变成佳余位 佳余余余余 我觉得 不管是身为欧文也好 或者是现在这个日本男生也好 他们两个其实给我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比如说像跟韦达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一个危险 却又很诱人的独局 对 因为韦达并是个帅哥 对于欧文而言 他完全是自己的菜 只是他是直男 所以他会觉得说 现在已经送到嘴边了 我该不该把它吃掉 我吃掉之后 万一我投入真感情了 我能不能全身有退 或者是我们会不会有结果 这是一个危险的独局 然后但是跟恩大呢 确实我们是很契合的 不管是生活上 家庭上所有的都很好 但是我们是输给现实的最美遗憾 是 他在全身上做了很明显的差异 我觉得就是专业演员 没有得罪哪一边 都很棒 不愧是出道已久 两边都不太一样了 很会回答公关问题哟 真的 你这个是新闻稿很容易写出的东西的问题 不愧是有经验的人 好 那我最后一题要给两位 你们最有印象的一场拍摄是哪一卡 以及你们对于这次这首歌曲 最有印象 最有共鸣的一段歌词是什么呢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或是你要讲说 你当初被NG了好几次也可以 哪一段真的很难演你觉得 恩大 其实每一卡我都很 有点难忘欸 毕竟是花自己的钱 对 每一卡一圈都很像 好我选个在天台的场景好了 因为它也是最后 这个海报呈现出来的主视角 是 因为它其实在天台然后看着那个机场在跑道 是 所以我们是在天台上面上面数飞机 对 所以它MV开头它就在那边数 第一架第二架 我们是对着那个小孩抱着它 这样子 所以那个画面还有加上那个日文 然后MV一开始就是这个画面 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那个卡是要准备回去了吗 还是 那一卡其实是MV的一进场 我们在我们自家的楼上 然后我们很欢乐的三个人在那边就是嬉闹啊 然后但又有一些惆怅 看着飞机 对 然后那也是我最后ending的那一卡 看着他离开 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一卡真的是太有画面 而且林宇在那边其实有哭戏 所以印象非常深 就情绪很浓 我在那一场其实很想哭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机场画面让我很想哭 甚至于到最后一场该哭的时候 我还没有这么快就到位 但我反正在机场我不需要哭 我当下就有感觉很想哭了 我就是跟自己的情感投射啦 毕竟他就是异国恋德的当事人 他当然就是感受到那个准备离开的时候的那个不安感 就你要离开一段关系 事前做的准备都要 都有很多自己心里间的说 好我不能哭 我要笑着跟他分开什么的 而且还那一场刚好是他跟那个小孩最后杀青 嘲笑哭 因为他们马上要离开我了 他现在讲到都有点哽咽 真的 因为那一场真的有点蛮弱的戏 我们大公主就很容易呼 情绪来了 情绪来了 喝水你喝水 好 换领域 你对哪一场特有印象呢 我自己的话应该是对那个 我们在等待结果那个时候 雨中的那一场戏 因为其实我们的站位是在所有人的最前面 没错 所以我们在假装看上面 应该是当时有一个大萤幕在告诉我们结果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队那边 然后再做戏再演戏 我们两个之间的跟我们跟小朋友的 我们三个人的戏 所以我们完全看不到后面的人的表情 我懂我懂 但当我们这一cut拍完 我们下来之后 我在看导演的Monitor的画面 发现每一个人的表情都超凝重 搭上那个人造雨 然后整个色调 还有所有人凝望在上面 然后还原那个之前 应该怎么讲 对 之前反而通过的当时的现场的时候 就觉得完全回到那个时候 被带入进去 对 而且其实我也觉得那一幕非常美 就是像是说 他们是同志的伴侣 他们对于法案 他们是正面迎接的人 可是其实当这个法案结束 不管是通过也好不通过也好 他其实转过来之后 会发现其他背后有很大的一群人在支持他们 然后可能有难过也有悲伤 然后也可能会跟着喜悦这样子 跟着喜悦的部分 可能就是会让他们觉得有点惆怅啦 毕竟他们还没有办法通过 就稍微有些可惜 那我们自己呢 就是也有参与这part的部分 我自己在那part的情绪也是蛮浓烈的 特别是本人 就淋了很多的雨 是 还有淋了很多的水 对 然后整个水都食饱 欸你有出现欸 哈哈哈哈 我现在拿他们的主持人 看到我的脸 就是看起来就一脸就死亡 哈哈哈哈 去想说不要再淋我了 他都给你给他了 好好笑 那当然如果大家想看更多 请直接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搜寻给一个人 没错 那也请大家记得到 音乐传统平台收听这首歌去啦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和大家分享一个小资讯 由台北 会加在等物 那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好啦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由台北插画艺术节 和自由人艺术公寓执行团队一起筹备的 首届台湾酷儿艺术节 将在10月29号跟10月30号 连续两天盛大举行 那他透过了时尚艺术创作 希望可以带领社会大众认识酷儿艺术的社群 接下来呢 也希望可以变成不间断的常态性活动哦 那首届主题是叫做假面的行动 以三岛游济夫的文字作为发想 那三岛游济夫是这样说啦 他说对我来说 假面是带着皮肉的表面 带着这样的皮肉的假面所做的告白 不可能是真诚的告白 而人终究是无法做出真正的告白的 但是极少数的情况下 只有深深嵌入了肉体之中的假面 才能做到这一点 你是怎么看这段话的呢 因为你是中文系的 相信对三岛游济夫 可能是稍微有些涉略 也是不用把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啦 不过三岛游济夫假面的告白 这篇小说其实真的非常的好看 因为他大量的谈论了 男男之间情欲的流动 跟一些细节上的描述 那这边就不爆雷 就欢迎大家自己去看这样子 那在这次的展览当中 其实有很多关于性别的描述 那到底这些社会的观感 还有我们这些社会期待 到底是束缚还是自我认同呢 还是你觉得这些是一个常态性的表现 还是他可以成为一个登上大雅之堂的艺术 我觉得就叫大家自己来自由行政了 没有错 这一次艺术节就邀请到了很多是酷儿的创作者们 来分享他们对于性别 跟对于自我认同的看法 那也邀请到我们好朋友君云 还有一直很欣赏的甜心俱乐部 米兰欧森 黄宏佳 李嘉祥 跟陈于燕等等的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们刚刚录音室发生了一个地震 是不是我们的录音室的鬼 也很希望可以参与这样的活动 就是一些可能我们的灵异现象 他可能想说 虽然我不太认识他们 但是好像蛮有趣的 我想要听听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到底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创作 所以大家不认识也没有关系 就来去认识看看 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他们的才华 那当然除了这些艺术家之外呢 那我们有很多的活动 希望大家能共襄盛举了 那甲板日志呢 会在什么时候跟大家见面 迪克你来跟大家讲讲 我们会在10月30号 礼拜日的时候 也是游行的隔一天 跟恩大 还有一个神秘嘉宾做一个对谈 有一些知识上的熏陶 跟一些情欲上的流动 毕竟是恩大 想必就是一定要有点流动的 所以大家才会听得过瘾 然后也看得过瘾这样子 没错 所以想听我们聊天呢 赶快去购票咯 10月28号以前都可以上 AQ Pass购买预售票200元 现场票多50块 大家就是不要浪费钱了 先买先做一个准备哟 没错 那欢迎大家就是在10月底的时候 一起来参加同志大德行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台湾酷尔艺术节 其实两位各自有各自的精彩的故事 当然首先是淋雨的部分 因为你在恋爱是科学中 就是饰演了戴欧文这个角色 是 怕大家没有看过恋爱是科学 跟大家科普一下 因为戴欧文是一个同志角色 然后他有被劈腿的经验 然后他喜欢上直男 然后跟直男两情相悦很难得 后又发现他的直男男朋友呢 就是让另外一个女生怀孕了 所以在故事结局 他们三个人在一起 这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剧情 就是去年啦 即便放在现在也应该很前卫 这一年前一年后看我都欣赏说 很厉害 对啊 连同志朋友们都很难完成三角链的这个经营 而且他的三角链是还有男生女生都加入 对对对对对 你要怎么样让大家都安心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个值得讨论的事 是的 那恩大呢就是大家应该也都熟悉他的情色艺术的展现了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已经有看过他的片子 从真会台啊牛魔王啊到他一些可能就是狗打手枪用的片 哈哈哈哈哈哈 就配菜片 烤片 对对烤片 大家都已经对他的身体跟他的就是形象很熟悉了 但他这一次在MV里面诠释的竟然是和日本人谈恋爱的一个经验 那你自己也有个异地恋我记得是上上任吧 诶是 上一任的话是都不说 哈哈哈哈 因为我知道啊我听完啦 然后就是也是因为我们的身边朋友想说 好别讲 那上上任异地恋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可以先简单听你分享一下 上上任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感故事 你对他为什么会这么多感情想要变成一首歌曲呢 我觉得韩国他们还蛮会在恋爱中做出一些傻狗血的 就觉得自己在演韩剧这样子 对当下其实在跨年的时候在台北认识 然后我们其实很快就已经进入到该错都做 这件事情蛮合理的啊 跨年打个跨年炮是必须的吧 放个烟火 然后重点是对方又是个摄影师 所以他就会带个单眼相机 其实是非常有画面 然后那时候其实在台北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故事 因为其实几乎都在做很开心的事情 还有就是吃吃喝喝这样子 最主要的是我跨完年之后 我过农历年的时候我就飞去韩国找他 然后我们之后也是往返这样飞来好几次 然后大概维持了半年左右 那我觉得第一次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到韩国的时候 他就带着我去乐天乐园的那个游乐园 好可爱 然后我们就在当下的那个摊贩嘛 就买了两个暖暖包 就是两个兔子 然后我们就直接就背在身上 就是误放在对方身上拍照 然后还有一个最傻狗血 应该是在排那个游乐设施的时候 我们就望着天空 然后就出雪就下 出雪 然后试上还有暖暖包 然后还有小兔子 还有出雪 还有汉真墨要带那个 大家有听到他的描述吗 就恩大在我心中真的是就像他样子 就是他这是个纯情的人 就跟我们平常在情色展现上 是有一些落差的 我相信凌宇跟他两天对戏 也有一些观察是不是 是是是 其实第一次看到恩大的照片的时候 因为那还没有见过本人嘛 不管是他的刺青 他的肌肉 他的整个胡子啊 或者是他的拍照的感觉 其实会以为他是一个比较 man 比较有攻击性的人 但是在经过这两天的拍摄的时候 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 比较内敛 比较温和的一个人 嗯 你是不是一开始看到他照片 以为要跟一个就是混黑道的人拍MV 也不是一直混黑道 但是觉得说应该是个攻击性非常非常强的 对 你老实跟我讲 你一开始要拍MV的时候 有什么担忧的地方吗 就是看他非常壮 就会觉得说 如果他真的要不要 按在哪里的话 我应该是没办法反抗的 那你会期待吗 要来了 他很快就入戏是不是 对对对对 很感人那种 对就是意外的啦 他本人其实给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细腻 非常温柔温和 我觉得他们两人就是在这次的MV里面有很多的火花 我这题真的太想问凌宇了 就是因为恋爱是科学 你到底要怎么样理解这个三角关系 因为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他有个直男的男友 他直男的男朋友又有个女朋友 然后他们现在又生一个小孩 就等于说他们是一个family 然后三个人都有肉体上跟精神上的交流 你怎么理解这段情感关系 其实在看到剧本的时候 那么其实在剧情的一开始就已经有在埋这个伏笔了 因为一开始我的男朋友就是马克这个角色 他其实是直男嘛 所以他在直男阶段的时候 他是有非常多花心啊放荡的这些经验 所以他意外的让其中一个人怀孕 然后这个人竟然是我的老板 是 然后是我 不但是老板脱下老板的外衣 他也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是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之下 而且时间上来讲其实他们是之前 所以当时在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知道了我老板 他本身是想要把这个小孩子先拿掉 因为他知道我们两个已经要走在一起了 他不希望有这一个小孩子来影响到我们 对 可是其实放到远的 放到大的来看的话 就是孩子的妈妈跟孩子的两个爸爸 其实可以这样去理解 然后再加上这个也不是说 因为在我们谈恋爱的过程中出轨 或者是有一些隐忧的部分 像当然欧文比较担心的是 马克你到底现在是喜欢了我呢 还是还是会因为外面的女生而动心 那他最担心的地方 所以当他知道说马克其实还是非常爱欧文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是可以是走在一起了 对于欧文而言是这样子 那你呢 哈哈 你看他讲那么一大串有的没的 讲完了整个剧情描述 那他自己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对就是你自己是能够接受这个状况 对啊 其实我在看到剧本的时候 我就是开始投射在欧文这个角色去想 对一个真的是对我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老板兼好友兼知己 一个是我现在非常爱的一个男生 他也给我的足够的安全感 他也跟我求婚了 那在欧文的角度来想的话 你要吃醋吧 可是这好难的哦 可是这是之前的事情 其实我可以把它理解为 那是他的前女友 如果是欧文的话 对吧 他是前女友 而且这个前女友其实也是我爱着的人 但他要进来你们的这个关系了 你也爱那个女的吗 我爱着这个人 因为他是我的 他们是闺蜜的那种存在的关系 可是更是因为闺蜜 所以才会有嫉妒跟吃醋的心情 而且他还甩不掉 因为我就是他不跟你当闺蜜 他还是我老板 所以我不得不爱你知道吗 而且血缘上 马克就是他的爸爸了 就是小孩的爸爸了 我看到的时候就这样 但是这个孩子 他其实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首先第一个是我老板 剧情上设定 他的身体是不容易受孕的 医生是跟他说 你这辈子可能不会有小孩 所以在他的角度来讲 可能是想要修正这件事情 让我跟马克可以走在一起 所以他善知的想要去拿掉小孩 但是我看出了 他其实对小孩有留恋 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奇迹 他知道他这辈子 可能只有这么一次机会 也在当他怀上了 医生跟他讲了很多 比如说这小孩子几个月了 他现在怎么样怎么样了 他才开始对母亲这两个 有那份冲劫 他才意识到说 原来我不是一个 从来没有想过要小孩的人 天哪 所以在他那一刻 欧文看出了老板 乔安娜眼中的犹豫 他知道这个状态 同时他也换个角度去想 如果他跟马克在一起的话 他们这辈子可能不会有 亲生许人的小孩 所以等于是他拥有了一个 他最爱的人的许人的小孩 因为其实刚刚讲的就是掏心掏肺 讲了很多剧情的描述 还有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安排的 爱情本来就是取舍 那假设你今天是all one 那假设你进入一个多边恋 那你能够接受你的男友跟这个女生 还保持肉体关系吗 就是因为他是多边恋的 所以他们一定会有肉体关系啊 这部分就很难排啊 你要排一时辰 一三五是你跟他 然后二四六是你要跟我这样子 我顶多能接受的就是他们两个一起扶养那个小孩 我好像没有办法接受 其实在我这边的理解啦 也是欧文马克还有乔安娜 三个人生巧恋的状态上来讲 其实马克当时已经很确定的告诉欧文 我只爱你 乔安娜她的身份只是孩子的妈妈 她一样会在我们之间给孩子应有的母爱 可以照顾她 但是她没有参与我们两个的爱情 他们只是曾经过去式的一夜欢愉 这样子而已 所以其实算是一个比较保障吗 就大概在半年内会有保障半年后要再考虑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他们如果说我们要带小孩一起出去玩 然后但是你很难说他们出国之后或是远距离 或是发生什么事情 两天一夜而不指个痒之类的 对啊 恩大你呢 这个多编练你怎么看 如果你是在欧文的情况下 其实有谈过一段三角 应该不是三角 就是我其实算是 三人形 算是前后认识一个人有重叠这样子 你算是无缝吗 类似吧 嗯然后呢 然后其实没办法完全的两边都兼顾到 对啊一定的啊 你的状况是都是男生吗 我的状况是都是男生 哦 对 那你那时候在面临到就是无法兼顾的时候 你们有过什么样的争执吗 你说我跟其中一位吗 对对或任何一位 对 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都没有被两边知道 其中一个还是韩国人 啊 但是不同段 跟刚刚讲的那是不同段 另外一个韩国人 你是跨两边的人 我是跨两边 你是隐瞒的那个人 对 他算是婊子 哈哈哈 他自己讲的很隐晦 我我参与了一个三角官 我从那一段之后就再也没有谈过恋爱 就是有遭受到报应 是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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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有五六年没恋爱 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今天恋爱的关系 我们问到了 他不小心destroy自己的情感价值观 他现在还在寻觅当中 所以你在那段关系里面 你那时候backcon的时候 他们有跟你怎么样做争执吗 我想听争执的过程 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让你天哪天崩地叶 好可怕 我觉得韩国人不会讲任何情绪 他知道他就是直接躲起来 他们就是走一个很大男人的路线 我懂我懂我懂 然后反而是台湾的发现了之后 他其实在我家门口口口哀求 然后敲着门 然后还说就是不要离开他 对 但我当下其实还蛮两难的 我觉得这两边都不太可能放弃 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选另外一边 或对另外一边不公平 我当下的决定是两边都放弃 那你有跟他说 还是我们两边都抓着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吧 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不是彼此的菜 所以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是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你有发现三角恋很难吗 有非常难 这个多边恋关系 因为近期有很多这样的讨论 甚至是LGBTQIA plus 再加一个P 新的P P就是指多边恋的意思 对所以现在的情感关系 变得非常的多元 就是大家会觉得 开放式关系好像很爽 就是我想跟谁打抱 也跟谁谈恋爱怎样的 可是其实 你如果要稳定下来的话 其实开放式关系 才是很耗费你沟通成本的人 因为你如果想要在 开放式关系中稳定 你就是随时要更新你的状况 是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开放式关系之后 我就不用去理对方 但其实并不是 是 如果你一对一之后 你才有那个空间 可以就是 我不要讲我想要暂时的躲起来 因为我可以随时的 在这段婚姻关系中 回到这个承诺关系 但是因为开放式关系 大家都是滚动的 所以你要不断的彼此 确定一下 互相的情绪 我举一个例好了 A B C好了 假设我是B 然后我以前身材还OK 但你知道随着年纪 逐渐增长 然后B的情绪 就有点变化了 因为他对自己没自信了 他相对 他就投射到 这段情感关系中 我是不是变成不要的那一个人了 我是不是变成多余的了 所以这时候A跟C 就要一起去想办法说 你不是那个多余的 我们三个都很棒 这样子类似的东西 可是这时候如果C去跟B讲的话 B就会觉得说 你下次在炫耀 就B就有很多复杂的情绪 他就不是只是单方面说 我讲出来都觉得我自己好透人厌 你可以不要讲B 你就直接讲我 你可以直接讲我 我是投射 所以我今天为大家整理了一些 就是可能会遇到的 沟通障碍上的问题 来考验一下两位 会怎么样去做处理 那毕竟两位现在都是演员 演员最重要就是要投射角色 然后去给予答案 自己的诠释 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今天你发现 你想要的性 另一半并不能给你 就你爱的性爱关系 另一半无法给你 那你想说 还是我们来开放式 那你到底要怎么跟他谈呢 你要怎么样让他 对于你们的情感关系 是有信心的呢 因为你们现在原本是从 一对一的关系 你们现在变成就是 一对多的关系了 你们变成开放式关系了 但是是你主动想要提的 这时候你要怎么样 让对方有自信 我假设我是凌宇的女朋友好了 嗯 对就是她来跟我讲 然后我也适时的反问 好好好 你准备好了吗凌宇 我 OK 可以 3 2 1 来 嘿 那个 怎么了 baby 想要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我要你说啊 就是呢 嗯 我们好像在 某些方面上好像不是那么的契合 说性行为的部分吧 是的没有错 哦 我知道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一周一次 或是一个月一次 可是我 我其实自己是很不喜欢性行为的人啊 我也知道 所以你现在就是没办法了 嗯 嗯 我知道你也很辛苦了 我们已经三个月没打跑了 OK 但就是 有的人还是会看待性行为比较重嘛 有的人会把它当成是像吃饭一样 生活所需 你现在是不是要讲一个我会很难过的故事 那当然不是 所以呢 你要做决定了吗 嗯 很不幸的我就是这个人了 我就是这个会对于这块非常重视的人 嗯 对这是我生活所需的一个元素 嗯 没有他会对我造成很大的困扰 所以你要跟别人打跑了 对 但是我依旧 怎么不对就好像很像渣男 哈哈哈哈 我讲起来好像渣男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难 是不是很难 因为其实这一题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嗯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 因为你刚刚讲说 演员要投射嘛 所以开始在投射 我在想说对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然后我是一个可能看待性生活 性行为非常非常重的人 重视的人 刚好我的另一半没办法满足 他感觉他的原因不知道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 很长时间没办法给我 就好像很长时间没办法吃饭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总是饿的嘛 对耶 我总是要吃饭的嘛 对耶 可是我也不是说 你没有煮饭给我 我就要跟你分手 对吧 所以我必须要找 其他可以煮饭给我的人 嗯 那我还是跟你在一起 我还是很爱你 嗯 嗯 但是我讲讲就这样渣男 哈哈哈哈 因为我讲凌宇是个专心专注的人 嗯 他才谈四五任的情感关系 对不对 对 然后每一任都很久对不对 其实都以年位单位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是一个专心一意的人 他不会分心 他也不会想说 跟其他人干嘛干嘛干嘛 可是真的很难耶 而且我刚刚抛出的质问 是我自己真的讲过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哦 不是针对这个类似的问题 OK 你要让我难过了吗 对你要让我难过 是 因为他就会预期说 你听到这答案你会难过 你这时候就会很难去跟他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开放式 嗯 我给大家一个参考 这是我健身教练 新的健身教练跟我分享到了 他说他们进入到 开放式关系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有遇到一个 就是小挑战啦 你的教练是男女还是男男 男女的男女的 嗯 他说他们就是彼此开始慢慢的不报备 然后慢慢的去适应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有长时间一起相处过 所以正因为相处过后 两人发现对这件事情有点黏腻了 他们才开始就是慢慢的不报备 就是有点像温水煮青蛙的 变成了开放式关系 哦 所以彼此都心知肚明 但彼此都不说 也不会特别去讲 哦 所以你要先给他一个他想要的爱情 之后才告诉他说 我们好像没有那么爱 就大家可能没办法去想像说 那个爱情到底要长什么样子 除非他可能是一个对自己没自信的人 嗯 没自信的人真的就不要开放式了 对 是的 对对对对 他容易乱想的 对对对对 我刚才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刚刚听感上就是没自信的人 所以他才无法就是跟你说 那我们就开放式吧 对 怎么样 是不是很懂我在讲什么 他心里一直觉得谈恋爱好难哦 哈哈哈 Fuck you 我到现在才没谈恋爱 所以恋爱是科学呀 你要用统计用数据 用直化跟量化调查 整理出大数据跟大家分享 经验的部分 好啦 好 那第二题我们来换恩大来回答好了 第二题是 如果今天你的对象 发现你爱心来的比爱自己多 很没有自信 这个已经是两个人在三角链里面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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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没有自信的警告你最好跟他断绝关系 你要怎么样让关系回到一开始的状态呢 好 那今天就是恩大要谈判的对象的敌克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是那个不在场 但是第三人 对没有错 准备好了吗 3 2 1 来 我觉得现在这样真的不好耶 安大 哪里不好 就 就我我蛮不舒服的啊 就你你常常跟安迪一起出去 然后你们又会打卡 然后在社群上就是有一些就是曝光什么 我就觉得感觉很糟 然后你你们就都没有去想到我啊 然后我不是跟你才一开始在一起的吗 为什么你现在变得我被冷落的感觉 哪有上礼拜才刚陪你出去过去去那个台中日月谈啊 但重点 也有打卡 但重点是我觉得你们好像就变得你们很近啊 然后你现在也就是也不太跟我聊天啊 你每天都跟他就是在聊天 虽然你现在在我旁边但我觉得你根本人就没有在我身边啊 我很像那个阿令的那个什么黑暗中沉摔症 神尼德伦阔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有啊 可是我们昨天不是才刚就是 没有 但这是我就觉得你人没有在这我想让你跟他断掉 他是不是心里想说干凌你要遇到好烦的人哦 好难哦 没有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关系也是很好嘛对不对 然后如果今天跟他断掉其实对他来说其实也不公平啊 就是我才是最早来的 可是你当初有答应我说就是我可以去外面有开放式关系 对我现在觉得我们可以换一下条约 现在又不能接受 对我现在觉得不要 要重新签议 我觉得要重新调整 我觉得要调整成说我们的开放式就是不要有任何人加入 你可以去跟别人约没关系没有错 可是你不能跟他变成一个情感关系 我觉得这样不好 所以就是要纯婉婉这样子就对 对我觉得这样没关系 对 可是我们当时讲的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希望调整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可以调整 好那我尽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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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听到这个故事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反悔这个是非常的情有可原 就是非常的真实的 那你会怎么跟安迪说 我会怎么跟安迪说吗 对对对 如果假设今天你要走到这一步的话 我们的下半场 好期待哦好期待哦 嗯三二一来 宝贝 怎么了 我们家那一个最近好像有点不开心耶 嗯 他怎么了吗 他就是 希望我们可以不要太常见面 那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就是 至少一个月三次 然后你想去你想做什么都陪你 嗯 这件事情 我有讨论的空间吗 当然有当然有啊 你说宝贝耶 嗯 我有我有那个空间不愿意做这个改变吗 还是你想要四次 我想要跟现在一样啊 我们现在一个月大概是见面五次而已啊 所以少一次应该还好吧 我不能再更多了是不是 四点五次 哈哈哈哈哈哈 你好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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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种一定会吵架 你会两边都吵 所以当初放手是对的 哈哈哈哈 你超正确 你超棒 你超棒 我觉得他可能没办法 handle 我觉得他没办法 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是N大这个角色 嗯 因为我觉得你在乎的是 自己有没有被看见跟承认 嗯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是N大这个角色的话 我可能会跟你说 我对外承认我们两个是couple 嗯 但我私底下会跟Andy说 我对外是承认 但是我们私下也是会往来那看能不能接受 哦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解法 这是第一个解法 这是第一个解法 对对对对对 但除非他第一个解法又不能接受 才要再更讨论 因为其中另外一个是很喜欢跟你相处 可是他不一定需要名分 但没有安全感的那一方 大部分都是会会怕断掉 那可能是暂时的名分可以解决的 或者是要把安全感再重新建立起来 但安全感超难建立的 在场大家都是恋爱高手 我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我只是我只是 超小白兔的啊 我就整理出来一些心得 然后看了恋爱是科学这样子 但我会觉得反悔 虽然情有可原 但是不一定是恩大那边要做妥协啊 就是看怎么看 就要看怎么看 就是看谁拿的筹码比较多这样子 我是觉得用筹码 谈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痛苦 很痛苦很痛苦 就是如果大家都是用说 我拥有多少东西所以你要听我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用资本的方式来谈 这件事情都很难走下去 就像王思佳说的 如果男方跟女生吵架 然后女生说你给我五万 我就不会生气了 这样的话 这段爱情直接不要 因为她直接把情感这件事情 变成价格 物化出去 然后变成这么好解决的事情的话 那干脆就不要 因为她对你没有爱 最后一题 林云云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这题是 如果你自己才是那个不被爱 跟比较不被待见的 你要怎么样 把你的另一半的心 抓回来呢 她要跟谁讲 她跟你说好了 你是跟我说是不是 不是 我现在要转换角色 我变成一个冷漠暴力 对对对对 好 3 2 1 嗯 宝贝啊 怎么了 你会不会觉得 我们两个最近好像 有点不太一样了 哪里不太一样 你要见面我还是跟你见面了 你发现了吗 是我要见面 嗯 不是你想见我 嗯 嗯 我生活上面 还是会有其他事情要处理啊 对啊 你还是有 你还是有她嘛 我看你跟她出去的频率 好像还蛮长的 嗯 但你不会觉得 最近都没有主动约我了吗 都是我在跟你说 但 人际关系本来就 不是说只有恋爱嘛 我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交友啊 公式上的东西啊 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对你很好啊 虽然说我没有主动约你 可是感情是互相的嘛 感情是互相的 对啊 那为什么 你最开始可以有 现在却没有了呢 嗯 我觉得 两个人的互动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个 两个 叫做心体上面的移动嘛 有时候会远 有时候会近啊 可是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你需要什么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我们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嗯 我想要感受到 原先在这段感情最开始 你的温度 你的热情 嗯 你对我的重视 这东西我现在 感觉不太到了 那你觉得为什么会没有呢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在这段感情里面 一直都是一样的 甚至对你只有越来越上心 嗯 嗯 但你却 越来越远 嗯 那如果 对于这个改变的原因 你不知道 那我知道 这样的落差是你的问题 还是我的问题呢 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 你不知道 但我却知道了 我是觉得直接分手 哈哈哈哈哈哈 好难啊 我觉得你掉落他的陷阱 是是 我整个大错题 我的目的其实要把它挽回来 对对对 我现在变成那个要争论 你掉落他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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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太深 但是你怎么却不知道 但其实我也不讲原因 但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他觉得好像有点烦 我没有想要出这件事情 他感受到 我开始发现 诶我错了吗 我错哪里了 哈哈哈哈 你真的好可怕 所以我就说 这水好深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发现人 就是感情关系 很多时候 如果走不下去了 是回不去以前那个样子 就是 什么回到以前样子 全部都是假话 因为当现在发生 A事情 或B事情 C事情 他们全部都是堆叠起来 所以现在的关系 只会不断地去做调整 但是他永远不会是 以前的那个样子 嗯 对 这是我觉得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体悟 这就是恋爱是科学的 最后的结论 哈哈哈哈 好强重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凌宇 因为刚刚听完这些故事 我很好奇你自己的 这个性格的 就描述 像如果你真的遇到情感关系 或是要情感沟通的时候 你是会像刚刚一样 这么细腻地去分享 或是去轻声细语地说吗 嗯 嗯 我觉得在沟通上面 我尽量会做到 嗯 比较理性吧 嗯 对因为我觉得情绪当然大家都会有 但我有诉求 然后没被满足 甚至我觉得被忽视的时候 肯定每个人都有情绪 但在情绪上头去做沟通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用 你只是在抒发 但抒发完之后问题还是在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是会选择比较理性去沟通 嗯 那你有爆炸过吗 好问题 我好像其实算是有爆炸过 但是我不太会记事情 在我人生中的爆炸的事件 都没有大到会被我记下来 那你感情中的地雷是什么 我发现很多人感情中的地雷 并不是偷吃欸 我会发现超多 它可能是来自于比如说忽视 或是迟到 哦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严重 或是洁癖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对于知道说情欲的流动 或是说偶尔会有这样小奸小恶 你可能出去真的这样 好像大家一次两次是能接受的 对 偷吃我好像不太在意了欸 对 但如果说有那种比如说去攻击你的外表 或是说 怎样怎样的 有没有哪些是你的地雷 刚刚讲到偷吃 偷吃确实不是我的地雷 但偷吃是我的死亡名单 就是对我而言啦 偷吃之外可能就是死亡 他只是白白 但他不是会在那里暴怒的原因 我甚至可能在那一刻其实会非常冷 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是结束了 对就是变了 但是如果是地雷就是可能会需要到争吵 然后会有一些比较多的情绪在里面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是尊重 我觉得尊重很重要 哪一方面的尊重 你在朋友面前给你面子吗 还是说他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先询问 因为尊重有很多种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是当你在跟我诉求 你想要我这样子对你的时候 你也有没有一样的对我 其实会不会有点双标了 对像在这段关系里面 你更看重自己的部分 然后忽视掉我这边 这个东西可能是我会比较在你的部分 双标载型的尊重 对对对 然后至于说面子与否这个 我倒觉得还好 目前倒觉得还好 也是会想要去调整 如果假设真的非常非常夸张 也是会想要去沟通去调整 但如果他听了没有听懂 或甚至是听了但是从来没做到 又重蹈覆车 这我也会列入尊重这一块 了解了解 恩大你在圈内这么久了 你有什么样的情感地雷吗 或是你自己有盘点出来说 你希望你的爱情是长什么样子吗 因为我觉得到了一个时间点 你都会知道说 我要找什么样的人 跟我不要找什么样的人 你可以讲地雷或是你的择我标准 恩我的地雷喔 其实我一直以来对另外一半 其实在热恋的时间 其实都是蛮属于 比较那种贴心类型的人吧 或是哪些人在约会的时候 发现某些状况你会直接out 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 卫生习惯太差 可是这可能是在观察期期间 就已经直接没有了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今天进入一段关系 然后他会让我直接生气或直接out 可能是脾气吧 其实有好几段都是因为脾气相处不来 怎么样的脾气 因为其实我也是蛮爱生气的 哈哈哈 然后如果热恋期 可能是不会察觉到 可能都会互让 可是一旦过了热恋期之后 就开始互让 那这个就很容易变成是一个起火点 然后就会瞬间分手 你是会想要炒赢的人吗 会 我上身是魔羊啊 就很爱炒钱 哈哈哈 就是恋爱滤镜结束后 他就要赢 是吗 然后你是不主动道歉的人 是不是 现在比较会道歉 以前不会 以前就是死都要赢 是三十岁后的体悟吗 应该是 哈哈哈 我跟大家分享 三十岁真的会改变人很多的一生 大家三十岁以后就有很多的转变 发现再不道歉精春就过了 真的 哈哈哈 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这个问题我真的算是蛮好奇的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自己圈子里面 有一些人会经营网黄这个事业 或是推特的这个频道 那身为情色艺术创作者 会在情感关系上有一些局限性吗 恩大 我觉得有耶 可能他接近我的时候 我可能觉得他感觉还不错 然后我也觉得他条件不错 然后也聊了一段时间 可是就一直没有往前进 他也没有主动约我 可是我就会想到 再深入的去了解 就会访问他说 怎么没有忘记 然后后来好像有透露一些他的想法 但他没有这么直接说 你不能拍片 他会说那你什么时候会不拍 哦 然后我就会觉得 好像有点 有压力了 有压力了 对还是我觉得好像多少还是有些人会介意 经历过 至少就两个 都有提出这个问题 你喜欢的型 该不会上次看到那些什么 你有记得我上次对你的喜欢的型 给你什么样的评价吗 你让他自己讲吗 你要自己说吗 我要说了哦 你说啊 他喜欢丑普男 哈哈 好失礼哦 好失礼 所以 不是 普男就普男 你还加一个丑普男 我喜欢的类型是比较生活化的 我喜欢太有距离感的人 哈哈哈哈 这是普男 你也可以理解我吗 普男还丑普男 你要委婉 但是又忍不住 加上自己的主观的评论 就变丑普男 我就心想说 蛤 是他吗 我真的下风耶 你生活化是多生活化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今天跟他出去 我觉得他没有特别打扮 然后我也没有特别打扮 在街上是很舒服 哦 可是我遇到太帅了 或者是太有距离感了 我可能就会想要跟上他 然后跟他走出去 可以有匹配的感觉 啊 我就会伪装出另外一个 我觉得好像必须要跟他 可以同个level的感觉 哦 然后那个感觉会让我觉得就是 在一起相处是会变得很累 你是不是喜欢那种 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人家喜欢的那种人 然后他可能就是一个隐藏菜 普玉 嗯 对对对 他是一个隐藏菜 然后等待被挖掘 嗯 然后你觉得你就是一个眼光独到的博乐 然后把它挖掘出来这样子 然后你就说他只能被我拥有 然后其他人都不懂 这样子 我是心态 嗯 而且你是不是很享受那种 其他人不懂你的菜 是什么的那种感觉中 我觉得天蝎座好像都会中 对啊 随便啊 你们不喜欢 这才是我的我的style 我觉得天蝎座眼光是很独特的 就是我们看中的菜 跟看中的对象 就是我们自己懂得欣赏就好 你们是可以就是觉得说 因为喜欢而cover自己另外一半的生活的人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会理解为 如果他足够努力 但还是没有很好的成绩 那也没关系 可是如果今天他是完全的就是在耍废或什么 然后你需要一直的帮助他 那我觉得那就是两件事情 天哪 我觉得这真的是天蝎座非常看重的事情 他看重到他的努力 嗯 然后这个人又是刚好是属于他欣赏的心 之后他就会对他付出很多事 是的是的 因为我遇过几个天蝎座朋友 当然不能以偏盖全啊 他们就是 只要我喜欢 然后男友是围着我世界转 他如果不用太努力工作也没有关系 这就是我们天蝎座朋友的心情啊 哈哈哈 但是还是要努力哦 你要努力的动作 你不可以完全没有努力的动作 对 你可以选择努力围绕着我 那也OK 哈哈哈 好像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嘿 那因为刚刚聊到情感关系了 我觉得情感关系 其实跟人的价值观是绑在一起的 就是你会因此去做一些决定 然后去行硕你自己人应该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们两位怎么样行硕自我的 首先是淋雨的部分 因为大家可能第一时间看到你就会看到你那个整理的很好的长发 嗯 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想要留长发 因为我自己也留过一阵子 然后我知道长发超难经营 而且有时候长发很容易被人家有一些刻板印象上的定义 可能会觉得说啊是不是比较阴柔啊 或比较有girly的形象啊 你自己怎么看待呢 我自己怎么看待我觉得 我觉得长发首先它不等于是阴柔 对 也是有留长发但是非常非常man的男生 比如说索尔嘛 对 但是他很man 但我可能就是属于比较不幸就是留长发 也没有不幸 反正比较阴柔的一个状态 对 甚至我是短发的时候也有很常被人家误认是女生的情况 哦 所以一开始我其实会想要让自己 可能改变一些形象或是什么的 让大家觉得哦 他是男孩子很man或是什么 可是后来发现不用 我只要自己舒服就好了 就像刚刚恩大讲到 听言作嘛 就过了这么久 可能30岁之后会发现说 其实你 不管你的生活 你的选择 你的什么都好 你自己舒服就可以了 就不太会去管其他人讲什么 那你长发造型这样留多久了 留满满的 留了一年多 我其实从科学杀青之后就没有剪头发 对 蛮久的 其实一年多 就你长发的那个点跟念头是什么 那个萌生的契机是什么 其实就只是我想留留看 因为好像有一句话叫做 男生一辈子一定要留一次长发 好像有听过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加上你没有后面的工作的关系 我觉得我有时间我就留留看 能留多远是多远 然后就也刚好后面的工作 其实也没有太要求我的发型 所以我就一路留下来 然后就看一下不同面貌的自己 然后长发也会在打扮上面 有很多不一样的造型 可以去做尝试 就觉得很好玩 很喜欢看很不同面向的自己 这样子 那不同面向的自己 其中有一个形象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近期 今年吧 被静周刊登的那个女妆造型 对 有一个花啊 有些妆容啊 等等的 就是那个阴柔面的选择 我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会呈现那样的造型 跟大家分享呢 首先那一天其实是有喝了一点酒 然后整个人比较开心的状态 然后当时是怎样 朋友在起哄吧 结果呢 他们就说 不然就是拿谁的谁的衣服出来 其实是拿我女朋友的衣服 拿我女朋友的衣服 然后就开始穿 画比较偏女性的妆容 那当时可能因为借着酒的那份开心 那份松弛 其实就发现说 其实我好像是可以有那个比较妩媚的身态 蛮媚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那也觉得很有趣 觉得有趣的点是在于 这部分的我自己我没有看过 然后我也能够稍稍的驾驭到 对就觉得很有意思 有些男生会蛮抗拒阴柔气质的呈现 但你这次又饰演了很多同志角色 你怎么样看待自己的阴柔气质呢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特色 我觉得我的特色 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他们是比较 人们的 然后比较阳刚的 然后我的特色如果是比较阴柔的 那我何不在阴柔这一块上面去琢磨其他不同的 可以去尝试的东西 那你曾经抗拒过 或是说曾经想要让自己 往阳刚之路迈进吗 有 曾经还是有的 可能在念书阶段的时候 比较常会这样 可能同学会想说 诶那个谁 娘娘的或干嘛的 以前又很白 超级白 然后头发也是 没有到很短 然后再加上可能很常被认为是女生 对 那个时候就很想要改变自己的形象 但后来发现 还是这个状态比较舒服 嗯 就觉得很刚好 对对对对 我觉得自己是蛮刚好的 他的气质是阴柔阳刚并进 因为你知道他的身材其实很厉害 嗯 就是很猛的腹肌 就是真的练很辛苦 嗯 就是这个健身之后就是因为 因为当时的一些阴流气质的对抗吗 其实不是 嗯 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个性的关系 然后也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像女生啊 或什么的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就是把自己说得很小 嗯 然后特别没有自信 但 刚好在大学的时候 我有个朋友带我去健身房 对 然后去运动 然后在运动的过程中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什么 然后内飞 交感神经 对 然后就觉得整个人好像比较 快乐 也比较有自信了 因为你今天穿衣服比较挺嘛 然后你的力气也变大 你就比较有自信 比较有底气 嗯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让我开始去进行这个 这个过程 没错 那N大的健身之后我也想了解一下 因为她其实 我们都知道她内心是细腻的女孩子 嗯 她是个小公主 是一个倔强小公主 对对对 不会低头的 而且要去乐天乐园的那种 对 小公主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形象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要变大公主 哈哈哈 皇太后是不是 对对对对 你是吉道公主欸 因为还有刺青你知道吗 你还有绊脚 欸不是算绊脚 就手都是刺青这样子 这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啦 在gay圈 就是你想要吃什么餐 你就要变成什么样子 对差不多 其实我在大概高中 高中时期吧 大概16岁的时候 其实我很早就踏入圈子 一开始高中的时候还在摸索 其实我也交过一个女朋友 蛤 而且那时候也是有double 就是女朋友家 在外面就是摸索就是 诶如何成为一个gay这样子 哦 那你为什么会交女朋友啊 跟大家一起做一样的事 是复兴美工时期吗 诶 诶 对 那那个时候女生是牵手亲吻 还是到哪个阶段 你该会有进去吧 呃一蕾 加嘴碰嘴吧 反正在摸索阶段 同时我也在摸索男人啊 对 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就开始觉得 好像比较有身材 还蛮信任我的眼光的 一开始只是当成兴趣练 因为也没有很认真练 然后也没有很正确的管道跟知识 去把身材练好 但其实一直都没有停过 大概从16、17岁到去美国念书的时候 一直都有在健身 就已经变成是一个习惯 嗯 然后就养成习惯之后 你就会慢慢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在美国读大学的经验 我自己偷问一下啦 因为这个话说我比较少听到的 在美国的时候 因为美国对于性别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你知道 美国健身圈的人 就会觉得说 你就是要把身材练很好很壮啊 但美国也有一个就是说 啊 Be myself 就是做自己 然后性别气质 就展现出来一览无遗那种的人 你自己当时在美国遇到的圈子 大概是怎么样的圈子呢 有没有遇到那些可能就是 性别气质是很展现出来 然后很show of自己 甚至是很proud of自己的那些 美国同志朋友们 我其实在美国是觉得 我完全不用担心说 我要练成怎样才变成怎样 我在美国的时候 其实算是活得非常开心吧 多开心 就是你任何族群都认识得到啊 然后你 比如说你很喜欢肌肉的好了 可是他不见得会完全只喜欢肌肉 他很喜欢就是比较瘦的 然后甚至 很喜欢twink什么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大概在美国那段时间 其实都蛮常吃到我想吃的餐 我那段时间其实过得很爽啦 对然后 这是一个炫耀的故事 这是一个在国外吃buffet的故事 没有 我没有把那个痛苦面讲给你听 你说啊 其实在那边亚洲人 其实还是偏身份地位比较低 对所以其实你去酒吧那一些白人 其实完全不看 真的 很多那时候很多 即使那时候我觉得十年前的旧金山 有点像是现在的台湾 就是刚合法 然后开始越来越多元 然后lgbtq应该越来越多 然后种族越来越多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的整个生活圈的状态 跟现在台湾其实非常像 嗯 就是感觉到社会在逐步的开放 但是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移序存在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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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性别气质的 不一样的展现这样子 对对很有趣的 那因为刚刚我们有聊到说就是你自己是一些 可爱的小公主嘛 所以我很好奇 现在是全部都要讲公主 那以后就是我们的小公主 大公主 对那你自己会对于 音柔气质的展现就是排斥吗 或是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时候会觉得说 啊我自己的音柔气质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到的 其实我觉得我的音柔气质展现 比较多在于私下已经很认识很熟的朋友 嗯 或者是另外一半 因为我们平常在聊天的时候他就是说 齁没有这样啦 哈哈哈哈 他应该是我夸张十倍 哈哈哈哈 没有他真的这样 他真的这样 而且N大 N大应该也不是会要求对方身材的人 这几年来越来越不会 为什么 可能我觉得拍片之后 大家都太看身材太看外貌吧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自己的转变 是我开始越来越看心理 oh my gosh 哭了 哭了 我现在居然会想说我要先认识他 然后我想要知道他的喜好 然后先看个性 这块其实是我现在看人的第一个想知道的点 我跟大家说他不是那种说说狗 他是真的这样做的人 因为我是看在眼底的他是真的会先去了解这个人的成长脉络啊背景啊 就是有了起来你先抛开一切对外在的束缚这样 因为我其实还是偶尔一年大概去一次三文蓝 那我曾经就是大概去年吧 就是疫情爆发前 对对对过去 然后我其实还在就是认识一个人的当下 我就说你是做什么工作 你说你在三文蓝问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吗 你超解的 你超烂的 那我就想要知道他的背景啊 如果他今天是杀人犯怎么办 就有点像是说你在灯区 然后你要挑一个 并招女郎的时候 然后突然他跟你要谈恋爱 然后他就会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是做什么的呢 那你的兴趣呢 你有什么适合 你住哪里 你想说我现在只想爽一下 对 然后你要跟我谈恋爱 跟你屁事 哈哈哈 对 我就觉得我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想完全无法直接跟他进房间做那件事情 嗯 就至少要知道一个初步吧 工作跟年纪有些差不多 我觉得蛮好的啦 你现在很难就是纯粹的 就是性爱的时候for fun 这样子 你要带 你要带着一点爱才能做 我要一点知道他的个性或背景 对 一点点 畢因他现在对性爱也是见怪不怪了 人家也是拍很多部片了 他现在就是要走一些比较情感面的投射 不然就会很像工作 对对对对对 而且细腻的才能创作啊 也就是自有歌曲的诞生给一个人 掌声啦 好因为今天提到给一个人 那我们两位 我跟安迪都有参与MV的拍摄 然后那一天他们挑一个 早上七点半的时间点 有个早 早六点就出门 我真的是哭出来 我心里想说fuck 哈哈哈 而且那一天就是非常的热 对很热 但是因为又要还原 就是视线通过那天 下了大雨 所以我们要穿雨衣 所以那天就是超热三十几度 然后你又要穿雨衣 然后里面又都是汗 然后又要再被撒水车淋 所以就是汗 然后再加那个水车的水 然后又很热 然后雨又闷在里面 上次五月十七的时候 好像刚好真的是太阳雨 对 就是有先下雨 然后再放晴 然后那时候大家就说 就是连天宫都作美这样子 可是那时候真的超湿 就是我有没有以为 我不会再经历过第二次 没想到MV来了 对 哈哈哈 那其实在MV拍摄的时候 我对林雨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因为 恩大事业的是那个哑巴嘛 他不能说话 所以他那天就是 林雨要独自大喊说 通过跨国婚姻 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就心里想说 哇好累哦 就是你那个意志力很强 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拍那卡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 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后面的人很急掰 都不跟你说 哈哈哈哈 有一点 哈哈哈哈 后面的人超冷漠 不知道冷漠什么 超冷漠 然后片段红尔有跟我说 我是对嘴的啊 哈哈哈哈 片段红尔叫lipsync 他就lip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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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就是把 恩我这个角色先 恩他的心情就是抓出来 嗯 首先他是日本人嘛 嗯 然后他跟他另一半 跟所有同事朋友都有到 恩那个叫市县 恩 对 的当天去等那个法令通过 是 唯独 他期待的这个东西没有通过 对 所有人都过了只有他没过 所以他肯定是会有一个 非常想要去做抗争 想要让大家知道他的诉求的 一个一个想法 是 所以他一定是对我里面喊的比谁都好大声 对 对对对 但后面完全没有人喊 我还会更落寞了 对就是变得更容易喊的 比别人还要大声 哈哈哈哈 嗯 张力很明显的呈现出来 因为我们真的太没有在喊了 你是完全没有喊 是 我有在回起子 我一开始有忘记我自己喳巴跟他一起喊 对我有听到你喊 哈哈哈 然后 我上了一个选秀节目 嗯 然后是当时候中国那边的嘛 哦对 对对对对对 因为年纪比弟弟们都稍长 然后跳舞 就会比较慢一些些的时候 对其实完全不会跳舞那个时候 嗯 有被小小针对一下 诶没有被针对啦 其实 有被提醒一下 有被提醒过 就是正常范围内 情敌之内 对因为毕竟除了我以外的另外七个人 全部都是有可能去韩国受训过 三四年以上 全部 跳最少舞的 就是四年 我是一堂课没跳过 完全零 而且又有点智障 嗯 所以那个时候会被大家 呃特别的说 诶那个铃语你再跳一遍 铃语你再跳一遍 或者是 老师会说大家先休息 等铃语先跟上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但好累哦 是非常累 因为你要想你要从零基础跟上 四年 甚至最久的是十年 而且我们另外一个环节是 我们总共是八个人一班 嗯 有一次的公演是只能七个 对 然后老师会先选了六个 然后剩下一个是两个人PK 去争取那个位置 天啊 好中意好中意 另外一个人是五零十年 啊 非常非常恐怖 所以其实这就是你在演艺圈 这个过程锻炼出来的意志力吗 对 跟一些对像你讲意志力的部分 嗯 恩大最近也是要逐步踏入演艺圈了 你也要好好听前辈的话 毕竟他开始你知道是演员身份 东旭哟 嗯 就是他有青青坏姐妹啊 小光等等作品 你现在作为演员之后 有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吗恩大 我其实在拍第一部应该是算是刘广辉的青青坏姐妹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时候光记台词我就觉得很难 嗯 然后更何况还是你去演一个人设 我是到小光的时候才开始有信心 因为两个导演的指导方式其实完全不一样 嗯 那我在青青坏姐妹那边觉得 第一个问题是我觉得我的发音跟咬字其实非常不好 那一部戏的音轨其实被拉掉 加配音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有调整吧 然后拿到小光的剧本的时候就开始会去反复练习这样子 你还有漫漫长路呢 就是淋雨刚刚在旁边看你说 嗯 新手 哈哈哈 不会不会 我觉得每个人在这条路上面 不管他走的远 或者是比较 比较少 那每个人的路都是不一样 嗯 对即便我们拍的是一样的戏 或者是一样类型 一样的角色 但是每个人 咀嚼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对啊 所以这一次他们两位就在我们的单曲有一个碰撞 也希望大家可以到YouTube频道多多支持啦 那也请恩大地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收听到你的最新单曲 我们10月20号上架了 所有的数位平台 然后还有MV也是在20号上 然后大家要记得去多多支持订阅一下 也希望把这首歌曲的精神 用你的社群平台分享出去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现在跨国同婚并没有同国哦 嗯 所以目前还是有很多的异地恋 跨国恋的同志朋友们是无法见到彼此的 嗯 特别加上疫情的关系 对啊对啊 疫情 我觉得最尴尬的是 那时候2019年通过同婚之后 大家想说啊就是虽然跨国同婚没有过 但是还是可能可以飞过去 彼此温暖一下等等的 但是疫情来了 然后疫情来了之后 国境就封锁起来了 没有婚姻关系的两个人就变成说 不能见到彼此 因为你无法入境到他国 又没有法律上的保障 然后现在又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情感的联系 很多人就这样子断联了 而且甚至是有些人 即使是已经有婚姻关系 你可能都因为疫情无法回去见彼此 那时候就是李久泽就有分享到 他跟老婆的一些经验啊等等的 那更何况是完全没有婚姻关系的同志朋友们 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这首歌曲出来也是有非常强的意义 是值得大家去认识的 嗯 那也请大家到各大Pocket平台 订阅加班人士跟我们的IG KND跟安迪的 WSJ0309 我个人是FONG19的围期 请大家多订阅我们咯 就这样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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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加半日誌 帶領件事同志的大小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